据说这两部影片是超级英雄的起源 也是惊悚电影分裂的延续 在一起惨烈的事故中 整列火车的乘客除了老布一人生还 其他人全都遇难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老布居然毫发无损 今儿跟大伙聊两部悬疑科幻影片 不死结合玻璃先生 对于这个奇迹 老布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目前他和老婆的关系已僵之病点 正打算在纽约谋求一份职业 从而离开费城这个伤心题 参加完遇难者的追悼会 老布在汽车的前党风上看到了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一句话 你这辈子生过几天病 这个问题还真把他给难住了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生过病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他让单位的领导查了他的出勤记录 发现这五年来 他居然没有请过一天的病假 老布年轻的时候 是一名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 但由于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 他不得不退出了球队 目前他是大学体育馆的一名保安 晚上他又去问自己的老婆 但他老婆也记不清他到底生过病没有 杰克逊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由于从小患上了脆骨症 使得他无法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 为了排遣无聊和寂寞 他老妈给他买了一整套的漫画书 渐渐的他对漫画书里的超级英雄着了迷了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走火融魔了 长大以后的杰克逊成了一名画家 而且还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原来老婆前挡风玻璃上的那张便条 就是杰克逊留下 杰克逊至今为止因为脆骨症 已经骨折过54次 按照他的理论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他这种悲催的人存在 那么相对应的就应该有一个 从不生病不受伤的人 这些年他每天都关注着新闻 希望能找到这个人 但无论是飞机失事还是酒店火灾 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 当他发现老婆是火车事故中 唯一的幸存者后 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出现 他认为老婆就是漫画书里所说的超级英雄 一个能够保护老百姓的守卫者 但是他认为老婆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的任务就是负责让老婆觉醒 然后走到大街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听了杰克逊的话 老婆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 他这次之所以登门拜访 是因为他每天早上醒来 都会有一种悲伤的情绪 他原本希望在杰克逊这里 能够找到这种悲伤情绪的原因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跟他说什么超级英雄 他认为杰克逊就是个江湖骗子 为了证明自己没看错人 杰克逊在橄榄球比赛的这天找到了正在执行的老婆 事实证明杰克逊的确没有看错人 老婆具有一种能够预测坏事发生的能力 观众里有一个带枪的家伙被他感应到了 为了验证这一点 杰克逊一路跟踪那个人来到了站台 为此他还因为腿脚不利所摔了一脚 不过这一脚摔得直 他看到那个人果然带着枪 而且连枪的形状和颜色都跟老婆描述的一模一样 经过跟杰克逊的畅聊之后 老婆似乎有些醒悟了 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能举起超出常人的重量 这一现象令他的儿子大吃一顶 从此他儿子认为老婆肯定就是杰克逊所说的超级英雄 为了验证自己的老爸有不死之身 老婆的儿子拿出家里的枪准备给老婆来一枪 虽然他儿子最终没有开枪 但这件事可把老婆吓得不清 关于老婆在上大学的时候出车祸受伤这件事 杰克逊经过跟老婆老婆的聊天 认为老婆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 他之所以说自己受伤 只是想借机退出自己的运动生涯 因为老婆当时刚和老婆认识 而他老婆又非常不喜欢他从事的这项运动 换句话来说 老婆是为了爱情才谎称自己受伤退出橄榄球队 对于杰克逊所分析的这些 老婆没有否认 但他还是想过平静的生活 而且他和老婆的感情也正在升温 不过杰克逊的话还是影响到了他 也让他回忆起了当年出车祸的经历 当时老婆是和女朋友 也就是现在的老婆一起出的车祸 为了救自己的心上人 老婆硬生生的把车门给歪掉 通过这次回忆 老婆才清晰的意识到自己当时确实没有受伤 老婆终于开窍了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正在遭受侵害的人 在杰克逊的时候一下 老婆来到街上感应那些煎熬发生的坏事 不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了 他也管不过来 最后他盯上了一个变态的清洁工 这个家伙闯入一户人间 打死男主人之后 又把女主人和一对女儿绑了起来 当清洁工准备施虐的时候 老婆闪亮登场了 这场搏斗毫无悬念 老婆利用裸脚硬生生把清洁工给勒死 这件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的头条了 老婆暗所儿子 他就是那个救人的英雄 神奇的是 自从这次救人事件之后 老婆每天醒来 再也没有了那种悲伤的情绪了 他找到杰克逊 打算跟对方交流一下 可当两人握手的时候 老婆感应到了恐怖的一幕 原来之前的飞机失事 酒店火灾 以及火车出轨事故 全都是杰克逊一手知道的灾难 他为了找出老婆这个超级英雄 牺牲了几百条的人命 这个被人戏称为玻璃娃娃的大魔王 虽然罪不可涉 但他也发掘出了第一位超级英雄 可见这神盾局局长的位子 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 影片的结尾 在老婆的举报下 杰克逊被绳之一发了 但很快他就被裁定为精神异常 送进了精神病院了 按照漫画里的设定 有了超级英雄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 能跟超级英雄抗衡的大反派 这也就引出了第二部影片 玻璃先生 不过这部时隔19年 才跟观众见面的电影 在时间跨度上也太大 一对为了播放量 而随意殴打无辜路人的家伙 被老婆给盯上了 将近20年过去了 老婆依然穿着那件 具有标志性的羽衣 而她的儿子 现在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 令人惊喜的是 居然还是同一个演员 不过遗憾的是 老婆的老婆已经在5年前去世了 根据老婆儿子的调查 目前出现的一系列少女失踪案件 都跟一个神秘的变态狂有关 而变态狂的活动区域 基本上也摸清楚 这位出来打酱油的小伙子 就是这两部影片的导演沙马兰 这哥们曾凭借灵异第六感 获得了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导演的提名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将要和老婆较量的大反派 就是拥有24种人格的 超级精神病人凯文 就像穿剧变脸一样 他能在24种人格间自由地牵挥 而其中一个叫野兽的人格 是最危险的 老婆根据凯文的活动范围 开始在街上瞎溜的 并最终和凯文走了个对聊 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老婆感应到了 被绑架女孩所在的位置 老婆来到这间废弃的厂房 解救了被凯文绑架的 四名年轻貌美的拉拉队员 但与此同时 已经转换为野兽人格的凯文也回来了 接下来就是老婆和凯文的一场周波战 从双方的实力上来看 几乎不相上下 但是两人没打多久 大批的警察就把他们团团围住 随后两人被带到了 精神病研究医院 为了防止他们俩有出格的行为 院方在老婆的房间里 安装了46个高压水枪 之所以给老婆物理安装水枪 是因为老婆有空水症 这个毛病还是在她上小学的时候 落下的 当时有两个同学 把她摁在了泳池里 幸亏老婆有超级英雄的潜质 才没有被淹死 而凯文的房间里 则布满了催眠灯 这种灯的主要功能 就是当凯文变成 具有攻击性的野兽人格时 催眠灯就会自动闪烁 从而强迫凯文 切换到另一身格 这位女精神病医生 是专门治疗妄想症的专家 大家都亲切的称她为香蕉姐 除了老婆和凯文 那位曾制造了三起灾难 亲手打造出老婆这个超级英雄的 玻璃先生杰克逊也住在这 凯西曾经是凯文的受害者之一 当她得知凯文已经被抓获后 脸上的表情显然非常的复杂 因为她是唯一一位 被凯文主动放走的女孩 为了将自己的老爸 从精神病院救出来 老婆的儿子编了一套词 企图证明自己的老爸 没有妄想症 但是却被经验丰富的 女精神病医生给识破 按理说老婆这种 行侠仗义的英雄 不应该被关在这里 但我们都知道 英雄们在和坏人坏事 做斗争的时候 难免会伤及无辜 况且这个女精神病医生 就是冲着这些 觉得自己是超级英雄的人来的 她的目的就是改变 老婆杰克逊和凯文的想法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 凯西来到精神病院 见到了凯文 对于凯西的到来 凯文显得非常的意外 她不断的转换着 人格和凯西交谈 而凯西并没有表现出 一个受害人的愤怒 反而非常同情凯文 因为他们两个人 有着相同的遭遇 小时候都曾经 被长辈虐待过 鉴于杰克逊 异乎寻常的治理 为了防止这个 玻璃先生搞事情 女精神病医生 在精神病院内外 安装了一百多个摄像头 严密监视着 这位行动不变的家伙 但即便这样 也管不住 这位玻璃先生 一到晚上 杰克逊就会出现在 病房的门口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 转过天 女精神病医生 把老布凯文和杰克逊 召集在了一起 这三位都认为 自己就像半画里的 超级英雄一样 有着与众不同的天赋 女精神病医生 用严谨的科学理论 驳斥了这三位的妄想症 但这套理论 用在普通人身上可以 但对这三位来说 根本就不管用 晚上杰克逊溜出病房 查看了关于凯文的档案 他认为凯文就是那个 可以跟老布抗衡的反派 他必须要组织一场 超级英雄和大反派的 巅峰对决 以告诉世人 这个世界上是存在 超级英雄的 第二天晚上 杰克逊把自己和凯文 弄出了病房 并亲眼看到凯文 变成了野兽的人格 接着杰克逊开始忽悠凯文 如果凯文想扬名六二 那就必须像漫画里那样 去一个公共场所 让所有人都看到他 并且当着全世界人的面 打败超级英雄老布 这个地方就是 即将开业的一座大厦 也是纽约最高的大楼 紧接着杰克逊 又关闭了老布屋里的 高压水枪 并告诉了老布自己的计划 经过这么一折腾 天眼已经亮了 凯文推着杰克逊 走出了精神病院 而老布也冲破大门 跑了出去 这是影片中的 最后一场大战 所谓的纽约第一高楼的 巅峰对决 只不过是杰克逊 释放出的殃侯弹 其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 召集起来 见证超级英雄的诞生 果不其然的 大批的警察很快就赶到 但这些围观群众 对杰克逊来说 还远远不够 他之所以晚上 经常偷偷溜出去 就是为了让精神病院 增加更多的摄像头 这样才能多角度的 拍摄到超级英雄的决斗场面 为了让凯文能够战胜老布 杰克逊把老布 怕水的弱点告诉了凯文 但就在这个时候 老布的儿子赶到 说出了一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在19年前 在杰克逊制造的 那起火车事故中 凯文的老爸 当时也在火车上 也就是说 是杰克逊杀死了凯文的老爸 看着凯文一步步 向自己逼近 这位玻璃先生 倒是有自己的一番说辞 他认为 如果不是他制造了 火车事故的惨案 凯文也不会被他老妈虐待 当然也不会有 今天野兽的诞生 可以说杰克逊 不仅创造了老布 也创造出了凯文这头野兽 愤怒的凯文 干掉杰克逊之后 把老布扔进了大水箱里 有孔水症的老布 虽然砸开了水箱 但也被揍得晕头转向 本来凯文想按照计划 到纽约的第一高楼 让全世界见证 他这个超级英雄的诞生 但是突然被凯西给拽入 凯西说大哥呀 剧组的经费不够了 那场耗资巨大的巅峰对决 被导演和投资人给取消了 在凯西的呼唤下 凯文终于把野兽的人格 转换到了本体 凯西的目的是 希望用真情打动凯文 但他的这一行为 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本来刀枪不入的野兽人格 被转换过来之后 凯文被狙击受给射杀 在临死前 凯文跟凯西说了一番话 虽然没完全听懂什么意思 但从他的表情和眼神上来看 他还是很感谢凯西 这个唯一的朋友的 而老布死的就太窝囊 有着孔水症的他 居然被一个潜伏在警察队伍中的 某组织成员 淹死在的小水坑里 甚至连遗言都没来得及说一句 这是一个说不上来 有什么意义的神秘组织 精神病女医生也在这个组织里 如果按照漫画里的描述 这应该是一个 专门跟超级英雄作对的邪恶组织 但女精神病医生的一番话 似乎说出了这个组织存在的理由 按照女精神病医生的想法 他必须把这件事永远隐藏 不让外人所知 但杰克逊早就提前计划好了 那一百多个摄像头 所拍摄下来的画面 已经被他实时上传到了 某个私人网站 最后还想再说说 关于为什么没有在 纽约第一高楼决战的事 也许杰克逊的一番话 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影片的最后 所有人都在网上看到了 超级英雄存在的事情 玻利先生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这也为他将来成为 神盾局局长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